209是做这个美味的美食 一样把这个打开 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这个表格把它选到 那我们在版面配置的部分 改成垂直的 那我们在常用底下的框线即往底 我们选往底 我们希望我们填满的色彩是标准的黄色 这时候特别注意哦 我们要套用到文字不是标格 我们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游标的话我们把游标移到这个 这个下面我们希望这里有一条线 所以一样我们就选常用的这个段落底下的这个框线即往底 我们告诉他说我们要一条水平线 我们在这种波浪型的水平线 那我们按确定 这时候就有一个波浪型的水平线 那这个水平线我们希望它的长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去设定水平线 我们的宽度要把它射到15公分 一样是自中没错 那我们就把它按确定 自中这边没错 我们就按确定 好 这时候我们再选到这个框线底下的段落跟往底的部分 我们希望我们整个页面的框线 就选页面框线 我们选页面框线 好 这时候特别注意这个画面不要选错 选错那个色彩是没办法选的 好 就会有一些问题 那有时候我们会花蛮多时间在选这个色彩 很麻烦 因为色彩很多 然后它有它规定的这个需要的这个色彩 好 那你如果选错的话没有选到黑白的 会变成说 你选到并不是它要的 这样就会有光线的错误的问题 所以这里的话最容易错我觉得应该是在这里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就刚选到这个段落的页面框线跟往底 选到框线的部分 花边要选到我们它规定的那个要求 而且要这种黑白的要不然这个色彩的部分可能就黑白样式了啦 要不然那个色彩变成自动它没办法选取 这个要花蛮多时间去选的 所以也要稍微有点耐性 所以可能要看清楚一下它要的跟我们选的有没有一致 看来这个好像是最像的 这个花边呢 应该有个编号啦 没有编号 所以非常麻烦 那这个点数呢 内定是15点 好,那色彩的部分呢 色彩的部分 它叫我们选橙色 选橙色 宽是15点来做 那我们按个确定 这时候就有一个框线来的 我们选这个中间图片右边的四个这个段落 好,我们把这个段落选出来以后 我们希望这个定位点稍微全部把它清除掉 所以我们选到这里定位点 我们先节目清除 然后呢,我们就输入16个字元 我们选这个靠右边 选这个靠右 好,刚刚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我这里写实际上字眼 靠右 选到这个55的这个 5个定位点的 好,那这时候 我们只要按设定 按确定 这时候它就会在55的这个定位点 你可以写 好,所以做出来的结果 大概类似我们这样这样 那这里也是一样 就是你选到 这几个段落的时候 我们选到段落的中文印刷的样式 我们一样是跟它讲说 我们要靠中对齐 那我们把所有的选到 段落中的按Enter 选到的时候按Enter 就是说把它用Enter来取代 好,这是强迫分 换好符号 我们希望把它按Enter来取代 好,变一个段落符号 那我们选到这个项目符号 下面两个的 我们选到下面两个的段落 后两段的也是的段落 那我们可以把它选这个项目符号 我们可以选定义新的项目符号 我们选图片 选费入 费入就是选我们刚刚的题目 给我们的这个图片 好,就按确定 好,我们按确定进来 好,这个图表就像这样 那我们选到这个平九折券的这个地方 的腰会 那有常用的段落底下 那 常用的段落底下的框线跟往底 嗯,框线跟往底 那我们开启框线跟往底 那这个色彩的 开启框线往底的这个方块 那请你们框线设定 选这个波浪型是不是 框线的样式选单波浪型符号 所以应该是这个,波浪型符号 色彩我们告诉它说我们要升红 好,色彩还会升红 宽度我们要选到1要2分之1个pd 好,我们选取到文字,大量到文字 它有往底的标签里面 我们告诉它说我们填满的部分样式 我们只要填到20%的样式 那色彩是标选的橙色 好,然后一样是选取 选取,选取文字按确定 好,这个出来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那我们一样是把它另存新档 把它存成WA02 那我的习惯大概也是一样 就是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我把它存在桌面上 存一份,然后来检视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来当做评分后语的参考 好,那回到这里来,我们就选数科的评分 好,这时候它就会把我们评分 看我们得到几分 好,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 那如果有错,你们可以再 没有十分或什么 你们可以再根据这个结果呢 再去修正之前做哪个步法 到底哪里有错 做修正 好,所以我们就识得是十分二零九 好,所以我们就识得是十分二零九